真的不要过度模仿 认真认真 我真的觉得不要过度模仿 到底来说是黑人文化吗 完全去卡比 就会有点交往过正 我个人是不喜欢这样 当然我们讲文化这个东西 或说你做任何事情 其实都是一种模仿嘛 就像我们剪片上网看教学 然后玩游戏上网看攻略 很多事情其实都是模仿 但是我觉得可以先从模仿入门 但是要发展出自己的东西 真的不要矫枉过正 会让人感觉有点讨厌 模仿过多变抄袭了 Yang boy get rich rich You better recognize I'm so classy Like a Nissan Skyline I'm a red star 这场舞台 十一的首歌的Fest Night I'm a money and more power Tick tick想要做得比时间快 在明轮上放手但是这比赛 我利用这时间差 看我close over looking past 上眼绝地搬起喜马 I said hold 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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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l me what you want 我觉得在海语圈里面听到的人啊 他的英文是相对来说我觉得 就中音夹杂里面听起来是比较舒服的 因为他至少修他的发音 Skir Skir哥屁孩 因为你们知道Skir这个东西 也是从Trap开始流行的嘛 好像也不知道为什么要Skir啊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超红明奇妙的 那个时候 这个节目出来的时候啊 我的朋友们他们看到我都Skir 我都在Skir啥小啦 他忽然就变成一种 台湾这边也蛮疯的节目的嘛 然后中国人也蛮疯的节目 忽然大家都看Skir 我想说你们到底在Skir啥小啊 你们真的懂那什么意思吗 然后他们就说 蛤那什么意思 我说嗯没意思 跟幼幼一样 呵呵呵呵呵呵 一千二花一秒都不能禁开 我恍惚世纪以后 我的只有拨着十条的心 拼命的拼在帮士子练姻 同道保持清醒再许一渐进 忽然先听 让我先听我的肩并 和帮我推出白马发现一起肩并 那时候听到他的说 因为还不知道他是谁嘛 就觉得说 诶他双鸭写的蛮好的 说他现在变瘦了 好像又胖回去了 知道我站到这里才能发现你的总计 被推上标签的人 举到一起的我来灭谣 阿总统那些愚昧的人都想着声音 而你想不到我熬过的是日复一日的放弃 我不想再听那些烂的故事烂的结尾 我不想再听那些烂的故事烂的结尾 我们平良心讲啊 他的声音 虽然说听得出来那个声音是 你们知道饶蛇的声音 唱歌的声音 跟一般讲话的声音 绝对不一样 但他饶蛇 夾出来的那个声音 装出来的那个声音 其实不算难听哦 嗯不算难听 我不想再听那些烂的故事烂的结尾 从那些烂的故事烂的结尾 OK 他放弃 我那个时候觉得 你看像这个就是恶意剪辑 像刚刚那个蜜妞 那个他讲那些话 跟那个笑 其实都不一定是他对他的反应 这样子 我那时候觉得他是 留着那个8加9刘海的 那个是谁 李勇哈 他是留着8加9刘海的李勇哈 然后来唱饶蛇 我知道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我知道有很多的难关要过 这最后一年 我写了很多的歌 但是都没有真发出来过 bad ear bad day 先篇以律服浪费 那些柔道的直团 是我写的歌词 都尽了吃战青空 day by day 2006的S16 是我15年的密信 等到了17年 再听这首歌 是否依然在原地待命 当现实照进了梦境 当勇气被考虑代替 想想那么多年 点点床床的我 是时候找回自信 love and peace 我觉得不差 差是差在因为 该给的break now 就是你唱完这个bar 然后你要空的那一排 都没空下来 就会让人家觉得说 太紧了 反而太紧会进不去那个flow 你的flow一旦起来的话 因为其实flow是一定有节奏的嘛 不管是 然后你要在循环 的时候 就会比较让人进入你的flow里面 如果你 你一直唱下去 其实整个节奏乱掉之后 反而不會讓人家進去你的flow裡面 大家沒有一個環境 而現在有這樣的一個節目 有這樣的一個環境 我覺得真的應該好好努力 然後拼盡自己的權力去做 不會啊 你最後還不是取了楊丞琳呢 哪有關係 對不對 哈囉大家好 我是來的 你看我說吧 第一屆不管是DJ啊 還是參賽選手 水準都高嘛 哈囉大家好 這個真的漂亮 我們說真的 起這個好 為什麼他們就是這些 所以我就說他們都很喜歡跨系列去參加比賽 只要選秀比賽他們都參加這樣子 就是他們都是唱別人的歌這樣子 其實可以自己寫啊 饒舌歌不難嘛 就是好壞問題而已 稱之不起啊 稱之不起 像我就屬於X的那種 因為原創是比較像饒舌的精神 可以sample 但是不要整首唱別人的 你給我安靜做好 我要活力全看你就在旁邊看個鬧 其實我很喜歡他的咬字耶 真希望他能自己做歌 他的咬字很棒 那個純齒音很棒 看後來也不知道要去哪了 我叫Rook好藍色日本 對 對對對 我跟你們講 我上個禮拜天去參加比賽啊 旁邊就都是這種人你知道嗎 也有cosplay的啊什麼 然後男生都是宅男這樣子 我這個打扮在那個 漫泊展裡面比賽超級奇怪的 你知道嗎 我在裡面覺得自己是個異類啊 就覺得說 好靠腰啊 原來嘻哈還是很小眾啊 尤其去漫泊展那種地方 很小眾真的很小眾 押韻不行啊 講真的 押韻不行 我覺得跟旺詞也沒太多關係 我覺得押韻就不行 你們記得去年的 應該是去年的巔峰對決吧 忘記哪一個節目了 有一個就是 Twitch這邊應該搭就是 加減鬥玩英雄聯盟吧 有一個扮成那個 Jinx的那個 那個女生你知道嗎 看那首歌超洗腦的 你知道嗎 我心裡想說 這不是我認識的嘻哈 我不懂 但是我覺得超靠北的 你們知道我說哪一首嗎 Bee L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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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e La Bee La 7K7K9萬QQ湯 我覺得超靠北的 我覺得他的型跟那個人很像 現在嘻哈已經多元到我不認識了 這什麼東西啊 好沒了嘛對不對 沒了嘛 不過 能在節目上面留下 印象裡 我也不知道 這就是別人的歌 其實我真的很想給你們一個機會 欸這個節目我倒沒看過欸 有這個節目喔 Hepop的女孩喔 有這節目喔 好看嗎 我覺得我幾乎都已經看完了 有比少年說唱企劃難看嗎 少年說唱企劃其實也挺難看的 我也是 看到一半有點放棄了 開始把它放在旁邊聽這樣子 少年說唱企劃也蠻難看的啊 比少年說唱企劃還難看喔 喔那真的很難看耶 喔對後面加減聽了很多了 大蝦第一季我也是這樣子 我們不要只說中國節目 像我在Youtube有一些觀眾專門來嗆我說 不要總說你們那個什麼大蝦 怎樣多厲害 你們那個什麼水準什麼XX的 反正現在我已經也不會生氣了 然後我也不會去在意這樣子 講認真的大蝦第一季後面我也是 真的都放在旁邊聽這樣子 後面我也看不太下去 唉 保護我耳朵 我保護我耳朵吧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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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將我活著的傳奇 他本來寫是我在傳奇 想要打到我狗子的狗子的高度 一萬年後再管理 破損了靈感我都堆積 尊何會形成大雨 在你們的耳邊 狗聲壓力和大驚壓力的華麗 在我的華麗大雨大氣霸氣大氣大落 故事被拖下不作 快到客測現出愁度的滯落 快到人聽不懂他在說什麼 他把也不理解我在做什麼 他把也不理解我在做什麼 都別來管我 跟別妄想挑戰我 說實的戰火 戰術裡的缺點是無法迷不得 這是藝術歌 頓力的和技術 我記住我的技術者 無散命 散命 還要跳出六個的散命 我覺得 他聲音啊 歌詞絕對沒問題 果然是老師這樣子 歌詞上面的公整度 然後還有他那個聲音都真的很特別 他現在是不是消失了 雖然說他的聲音可能 聽久了會覺得說有點 不是這麼舒服這樣子 可是特別的聲音不是人人有 尤其是饒舌他又不是 現在當然唱歌的比較多 旋律性在以前的饒舌 是比較欠缺的嘛 唱melody的人是比較欠缺的 天生本質 魂厚度 其實這個就是 很好很好的武器這樣子 他也被劣跡了 他劣跡怎樣 講話他像魔鬼是不是 傻笑 他為什麼要這樣子 愛奇藝是真的蠻會做綜藝節目的 那個時候 後來開始打電話幹嘛 就真的不行了 愛奇藝做的最好看的節目 我個人最喜歡的啦 除了中國遊戲這一季之外 我最喜歡的是那個 奇葩說 我覺得愛奇藝那個奇葩說 也做得非常好 算是我蠻愛看的節目 他這樣算不算被節目玩弄了 算是說他長得蠻噁心的 滿滿的自信的 歌詞是有一定內容的 唱腔是非常 你也知道歌詞要有內容齁 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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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牠的當樣本 怎麼才能夠跳出來這方塊玩 我緊問 我喜歡韓口號 隨大流大水漂 我想要的全我自己造的 風越大浪越浪 風越大浪越浪 我就觉得说像中国人他们的用语跟我们是有差别的 但是他的歌词就让我感觉到说 哇这个是有东西哦 我喜欢他这种风格 他其实我记得他有被中国的其他的饶舌歌手叮过说 他这个就是鸡汤馅 但是他这种鸡汤馅对我来说 鸡汤如果真的是料不多的话 真的是炖不出味道 但是我是觉得说他是一个料很多的人 所以他炖出来的鸡汤我真的很愿意喝 我非常喜欢他用的Flow 而且他的快嘴是自自清楚的那种快嘴 你在他这么快的那个BPM里面 你一个字一个字你就听得出来他在念什么东西 我非常喜欢他这种表达方式 很厉害 他是我最喜欢的中国饶舌歌手 鸡汤类的啦 鸡汤屑我最喜欢Johnny屑 大屌屑的话我最喜欢蛋壳 这两个 因为他们分别代表不同的饶舌的支线 像蛋壳那种就是多屌啊 我很厉害啊 哦哟哟哦哟哟哎哎哎呀 我喜欢TT这个时候的样子 很old school TT啊 Mama都已经这么有钱了 怎么不去 到底为什么不去开眼斗啊 或说做个山根 然后让他眼睛看起来比较近一点 哎呀 你在我12岁的时候买了MP桑 听周杰伦的装机 到后来我听激放 我每天上去把他放在我的书包里 哎 我的态度把他画在客座椅 我故意在那女孩经过时候转身过人 在笔记本里记录我青春的叛逆过程 oversize搭配球鞋裤装拉的低 OK我买了一张生卡 我买了把话筒老师在客后对我教育 当他说的我不懂我妈妈对我期望很大 他想要我拿A 其实我觉得他那个时候的歌词 真的写的比后来的歌词好非常多 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变化 到底是为什么变成这样子 是因为真的变得有名了有钱了 所以变成这样子吗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会觉得说 他这个时候写的歌词就很纯粹啊 我现在没办法拿起来给你们看 这种很纯粹的 我只是想要写写歌词 录录歌 我的歌放在YouTube上面 有的人会说 啊这什么声音啊 根本就不适合啊 没天分啊 你还好好做reaction什么之类的 是因为我真的不怎么后置啦 有些歌我都不后置 甚至说麦克风都没换 我就直接录了这样子 正常我录音用这支麦克风 然后他刚刚说的那个 声卡就是录音界面这样子 因为像这种有幻象电源的麦克风 其实才是真的拿来录音的 像这种USB的都不太适合拿来录歌这样子 所以我直播跟录歌是不同的麦克风 啊我有很多就是有时候感觉来了 我懒得把这个设备拿出来 那刚好最近有录歌才拿出来 这种麦克风要插在一个 叫录音界面的东西上面 这个是比较细节啊 有些人不知道要跟你们讲 嗯以前的TT我比较喜欢 后来的TT我就有点不知道他在干嘛 那时候他还很小 他好像跟那个谁啊 我是徐珍珍啊 徐珍珍好像跟呆宝靖很熟对不对 我那个时候一开始就不喜欢徐珍珍的原因是因为成长就成长 为什么要讲grow up 这个就我也比较不太能理解 有一些用英文是因为意思的关系 或说音节的关系 就你可能讲英文 因为我觉得讲氛围跟vibe 还是会有一些些差别 我不懂为什么就很多明明就是中文就可以讲了 然后用英文讲这样 又不是在唱歌对不对 你说唱歌多一点夫妇性也就算了 平常讲话没必要 他一直都没有变啦我觉得 他眼睛一直都这么开 我是Vaba V-E-V-E-B-A-B-A 只是有瘦一点啦感觉 诶 旁边这个是咖喱吗 你们刚好看到吗 真可惜 他为什么第一届没选上 我觉得他蛮屌的 咖喱也是我觉得在 我听过的啦 中国人那么多 听过的饶首里面算数一数二的 嗯 他这个bar应该在后来几年唱了八十几次吧 但是他有一个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就稍微有接触过吉他 他有一个声音 很像吉他如果有接喇叭出来的声音 你在换和弦的时候会有一个 嘀嘀的那个声音 其实我很喜欢这边这个声音 啊吗啊吗 然后那个啊吗 那个声音是蛮好听的 讲认真的 有没有 肥肥子肥子 他那个声调转换 我觉得是好听的 到现在我都这么觉得 包含今年的巅峰对决 因为他唱老神会习惯那个啊啊啊啊的那个声音 而且他刚刚这整段verse里面 他用了trap的flow new school old school的flow他都用了 他从以前到现在他都有习惯这件事情 就是他的整个组合都是对的 组合换flow 其实刚那段听起来是真的挺屌的 我超喜欢他的 很多人rap唱起来都不清楚 老师真的替你们很辛苦 你们也做了很多的事情 都不狠心不忍心 希望这一段 能让你们省心 知道 这是唱歌根本还没有完 接着我们剪下下一段 不给你打电话的话 就没有一点迹象 电话通了 还大声说的立直气壮 说他们朋友之间 要信任才能够体现 有好的力量 我最近这困难 又没有不管的迹象 再怎么说 受死的骆驼都比马大 我说你不知道 要情况竟在那 说傻话 又说给点时间 又讲几天 再等几天 有没有发现 他其实是mumble嘛 可是他mumble在鼻腔 通常mumble都是嘴不开 对不对 他是嘴开 但是他顶鼻腔的那种mumble 你最后居然开始不认账 但我喜欢的不是他的技巧 是他的外形啊 呵呵呵呵呵 我这样会很肤浅吗 以说唱的立场我觉得OK 我喜欢的是他的外形啊 他整个人的那个氛围 我觉得 呵呵呵呵 就是不严重啊 就是不严重啊 对 没错就是这样 可以可以可以 Tango Z 跟他同行吧 顶上二怎么顶哦 顶 顶 这样就是顶上二吗 顶上二吗 我那个时候为什么认不出他 因为 他没有在讲中文的 之前看他的东西 他不是讲英文 就是讲广东话 中文的腔 不知道是长这样子的 你知道吗 他这种方式啊 这种flow啊 他就是不在节奏上面 他是故意的 你知道吗 这是很纯正的 arcapella的饶舌的方式 没有在管节奏的 你不能说他是layback 因为layback是不在节奏上嘛 在节奏的后面这样子 有点像 在battle的那种arcapella 就是我讲这一句 我不用管下一个bar的拍子在哪里 就是完全自由这样子 我用了英文rap 已经二十多年 我知道我的skills还没过期 在这个比赛 我准备好从零开始 真的还没过期啊 搞了六年 我希望可以进步 我中文的flow 所以我你 找你 因为我记得你很pro 如果你不爽我 我没有办法 但是我永远都是嘻哈侠 我说嘻哈 你们说啥 我真的很喜欢他 不管是用擅长的语言 还是不擅长的语言 他的评测都做得很好 不管是 啊 啊 跟刚刚那个pro 他要押韵的那个评测 每次都是有押到的 就不会乱搞一通你知道吗 为了押韵而押韵这样子 他即使那个语言不熟 但是他那个评测唱出来 就让你觉得 哦 顺 哦 对 那其实很像一个记号 你在对你哪一句的押韵 他的评测里面就听得出来 嘻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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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他是我认为 可以完全取代我 这个人的一位选手 一开口我就知道是谁了 刚刚一开口 我觉得还要很高兴 一听他声音就听出来了 一听万万没想到的黑马啊 哈哈哈 τ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